遊戲機閉嘴 大家好 我是胡子 我們今天要來還原遊戲作品當中出現過的道具啦 不過呢 我們今天要還原 還原的道具啊 並不是什麼太奇怪的東西 而是大部分的生存或者是製造類型的沙盒遊戲當中 都一定會出現過的東西 沒錯 那就是石斧 其實石斧這個東西 我大概兩年多前剛做完木斧的時候我就想拍了 不過呢 後來我去做了一下功課 發現石斧這個東西要製作起來真的是相當的麻煩 尤其是在那個磨那邊那個斧頭的刃的時候 會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各位知道我那個時候算是一個兼職創作者 所以時間並沒有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先暫時擱置了 這個會花掉我太多時間的企劃 結果這個企劃擱著擱著啊 不小心給它擱忘了 但是最近呢 因為大家都在封動物森友會嘛 我之前這支影片裡面有講過 因為我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在玩 所以我也入坑了 那動物森友會裡面呢 它就有一個道具都是簡陋斧頭 基本上呢 它就是石斧啊 所以那個塵鋒已久的企劃 就這樣子被我想起來啦 那麼我們今天就來試著看看 能不能製作出動物森友會裡面的石斧吧 好 正如各位國中歷史所學呢 像是石斧這種石製的工具啊 可以說是石器時代人類的主要工具 那這種石器的製造方式咧 主要就可以分成打製跟磨製喔 今天我們就有兩種都來試試看啦 首先咧 我們就先來測試打製 那打製喔 顧名思義啊 就是拿兩個石頭 這樣子扣扣扣扣扣扣 互相敲打啊 利用特定的角度 打出尖銳的形狀 不過呢 我們今天就準備這幾顆石頭 我怕石頭跟石頭直接這樣互敲了齁 會不小心敲壞了 不然我菜鳥嘛 所以呢 我們就來作弊一下喔 用這個狼頭來敲 首先呢 我們就拿這個比較圓的